這個還好看今天很多人都是在學校的學生啊或者老師 所以也許我講這個題目還不算大家覺得太無趣 這個其實這反對性斜槓別啊 這個是這個題目其實不是這個題目 題目其實是一個英文叫做against gender slash sexuality 換句話說我沒有反對中文的性斜槓別 我反對的是英文的gender slash sexuality 但是其實這個題目也可以說是更完整一點應該叫做sex against gender slash sexuality 這 gender sexuality講太多了太麻煩了 所以我現在我就只要講sexuality就好了 很重要原因是因為今天時間也不多 我沒有空談這個gender這個部分 所以我就省略一下 那我大致是說啊 就是這個sexuality目前太主宰了 那sex呢太萎縮了 那我把這個現象用所謂的文明化來理解 就是說這個sex相較於sexuality來講呢 sex是更具有野蠻獸性的這個危險 那sexuality呢它目前的發展是往更文明開化的這個方向前進 也就是說跟sexuality相關的這些話語宣傳 它佔據了這個道德高地 而且有一個啟蒙的姿態 那這樣一個文明化的形態呢 很複雜的和全球化下面的這個身份政治 地緣政治這些東西聯繫在一起 以至於呢這個 就可能引發了各地跟校園裡面的自由左派疏離的一些人 這些人可能是傳統保守的人 可能是年紀大的人 可能是這個中下階級 也可能是這個政治撕裂下面的這種當權派或者是反對派 看你要怎麼講 好 所以這個 他們會對這樣的一種sexuality來的政治正確的一個反彈 那我今天認為 基本上認為呢 這個sex跟sexuality需要平衡 所以呢 我就有這個今天講的這個sex against gender sexuality這個命題 當然這個用sex來反對sexuality只是一種策略 策略之一 那可能還有其他的反對路線 那可能還有其他的反對路線 比如說這個用一些中國的這個詞彙 概念 概念 像銀 色 情欲 來反對英文的這個sexuality 或者性 還有性 那這個呢 我以後再慢慢講 好 所以我今天主要講的就是這個英文的這個sexuality 那 我們這個 在殖民地 我們這個文化殖民地 做學術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常常是中英文不分的 大家知道 但我們常常就是拿英文來直接用 就好像英文跟中文是互通的 對不對 sex就是性 了不起說 生理性 其實應該是生理性斜幹別吧 等等等等 其實呢這個 這個 我們這樣做的結果 其實就是直接的用 英文的概念呢 來改變中文的意義 改變中文裡面的用法意義 來推動 一個新的這種使用的意義的方式 我們常使家 當然我也不否定 就是說 有的時候呢 他 不完全講 有的時候這種挪用 外來語言挪用是有自主性的 有主體性的 那這個 有的時候呢 這個 完全是陽金幫的 這種 這種 跟風也有 那當然是這個殖民現代化裡面 很常見的現象 這個 我就不講了 但是大家都知道就是說 性這個是在 中文裡面呢 原來跟我們現在講的是 沒有什麼關係 對吧 那這個是二十世紀以後呢 中文的性才開始有了我們現在講的意思 好 那這個英文呢 英文其實 一開始也沒有sex這個字 對不對 大概是十四世紀晚期的時候 開始出現這個字 sex 那這個字 它一開始就是 它的字源是別的意思 就是有區別的意思 其實意思 正確來講 講完簡單來講 是講男女 sex就是男女 對吧 這個 後來 一直要到 二十世紀 就是二十世紀初 這個sex這個字 才有我們現在的一個意思 就是性交的意思 對吧 就是這樣 好 那 因為這個時候 中西的這個 接觸比較平衡 所以這時候中文的性 也就開始 也就開始 也有這個意思 就是這個 中文的性開始有性交的意思 但是我們中文的性並沒有男女的意思 我們原來還是有男女 你去看那個早期人寫的時候 他就是講男女 好 1938年的時候 這個sex開始就指男女性器官的意思 就是在這個英文裡面 等等 可是 大家知道說到 5060年代的時候 其實sex這個字啊 還是主要是指男女 那時候人講說sex oppression sex oppression的意思不是說 對於性交的壓迫 它指的是對婦女的壓迫 1975年有出一本書叫Language and Sex 這本書講什麼 它不是在講語言與性交方面 不是 它是講語言與男女的這個差別 所以你可以可見 你就知道 很長一段時間 這個性交這個意思是 還不是那麼主要 那好 但是不管怎麼樣 二世紀初開始有這個意思了 那這個 很有意思就是說 其實sex很長一段時間 都是指的男女的生殖器的這個 這個性交 就是基本上是這樣 那麼其他種類的 我們現在都把它叫做性活動 他其實各有各自的名字 就是他有他的專門名字 他 不像我們現在好像都把它混在一起 是吧 那個 也比如說沒有人會把人獸的剛交 跟男女的性交 都當作一回事 對不對 人獸剛交有他自己的一個名字 叫Solom 男女的字 男女的字 就是我們叫交和嘛 tapulation 對不對 這個都不是同一個概念 也不是同一個字 但是呢 好 這個慢慢的呢 這個 現在這個sex 它慢慢的演變 它開始要涵蓋很多很多一些現象 那這個現象啊 你可以把它叫做 不寫叫做泛性論 就是不但是男女交和是性 手淫自衛也是性 男男剛腰是性 色情素肯也是性 牆上一個比基尼女郎 海豹 那也是性 OK 這個當然我們現在習以為常了 覺得是很自然 就是很直覺 本來就是 但是其實以前人不是這樣想的 這就好像說 你醫生拿手術刀 跟你割一刀 跟小流氓跟你捅一刀 你說這色龍一樣嗎 或者說 現在大家都喜歡健身嘛 你拿個啞鈴舉 給你拿個扁蛋舉 是一回事嗎 舉重負重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 是個分類的問題 是個分類概念的問題 我們把這個男女交和 人口壽交 男男剛交 這些東西都講了性 那可是呢 其實這些觀念呢 都是很新的 這樣一種分類 那當然這可能是因為 就是我們一開始從來沒有 往這個方向去想說 他們都是一樣 我們比較注重男女交和 然後把它變成 好像大家關注的核心呢 可能是跟生殖有關係 是吧 好 那這個 但是進入了現代以後呢 我們身體的享樂 開始變得重要了 所以就開始出現了 我剛剛講的 那個泛性論的一個趨效 就是你開始用性把它擴大 男女的消化擴大 指很多事情 那我要講的意思就是說 不是說世界上必然一定有性這個東西 所以這時候我要給你們一個觀念 性的觀念 就是性的觀念 更不要講性的觀念 都是歷史的 畢竟你們知道 他們才 才不到一個 就一個世紀嘛 的時間 所以性作為性交的存在 這種分類法 只有一個世紀的時間 他們可能以後會被其他的分類取代 或者和現在這樣 所以我們首先 我們要有這樣的一個觀念 不要把它當作一個 就是一個很像 自然界存在的真理一樣的東西 所以不是這樣子 那這個泛性論的發展 它當然 就是原來就是男女交和 後來包刮很多東西以後 它就產生了一個副產品 這副產品是什麼呢 就是性變態的觀念 對不對 因為你把所有這些東西都放在一塊的話 那你又不能說他們都是一樣的 所以就開始有性變態 但是我必須說 真的 不是所有人都接受這麼一套犯行論 1980年代 那句很有名的話 你們還記得吧 對不對 應該是 I did not have sex I have sex with that woman 是不是這樣叫 是吧 I didn't have sex with that woman 或者 I haven't had sex with that woman 對 特林頓 特林頓跟Levinsky不是這樣講的嗎 對 他是這樣講的 對 為什麼呢 那個Levinsky 給他口交了 那他說 我沒有跟著女人發生 I didn't have sex with that woman 對不對 好 好 那這個 這個 好 這個當然我剛剛說 泛性能夠怎麼興趣 我說可能是從生殖到心理想樂的一個變化 從社會的那個發展來講 但是知識上呢 它也有些直接的原因 簡單來講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Sex with 我們現在這個意義被發明出來以前 這個泛性的 發明 這個同時 或者之後 一點點 另外一個觀念也被發明出來了 就是Sexuality 這個東西跟著它跑出來 那這個跑出來 當然很多原因 我沒有辦法 講那麼 太複雜了 我就很簡單的講一點 就是說 嗯 就是說Sex觀念核心是這樣的 他要解決比如說 什麼是陰陽人這個東西 陰陽人一出來以後 現在有一個人他活了一輩子 他都是以為自己是女人 旁邊的人也以為他是女人 然後呢 等等 在這有一天呢 生理解剖學 開始慢慢發展了 發現他是男的 但是不管他 你不管你是社會的認可也好 社會承認度他是女的也好 或者他是自己認為自己的女的也好 都不重要 他就是男的 這就是Sex的觀念 他的Sex就是男的 所以這個陰陽人 這個Sex的觀念就是 我們了解就是一個非常非常生理的一個觀念 那Sexuality跟這有什麼關係呢 有一點關係 就是 那時候還要解決另外一種人 就是 我們當時人叫做性道錯 那性道錯他們也想要同樣 因為對他來講 性道錯跟陰陽人其實大成是一回事 性道錯是什麼呢 性道錯這種人現在我們不存在 性道錯就是 簡單來說 我們現在的語話來講就是 同性戀加上變裝P就是性道錯 現在我們把這兩個完全分開來了 其實啊 同性戀跟變裝P都是 這個祖師爺跑出來 性道錯跑出來 但是現在大家把祖師爺都忘了 所以它是兩者合一的 那這個性道錯那個男的嘛 基本上 生理上 去看他 但是他又喜歡男人 又穿戴藥穿女人衣服等等 那怎麼去解釋他 從生理解口上面解決不了 沒辦法呢 看他就是男的 那怎麼解釋他這個性道錯呢 所以就發明了一個東西就是心理 OK 就是說 這個是心理造成的 那心理這個東西是沒有辦法 像生理一樣 集中在哪一個器官 好 那由此 再讓我講 那 就要開始一個新的觀念 這就是在學二十開始 那這個現在 所以你心理又是什麼 是你個人生命的歷史造成的一些心理 所以它馬上就出現了個人心理 個人生命史 這就是一個每一個個人的獨一無二的 這個出現 它就是很 每個人都是一個非常非常獨特的個體 所以它 它後面有社會背景 就是什麼 就是資本主義新興的個人主義 資產階級個人主義 這個時候資產階級的個人興起了 OK 我們離開了那個 原來的一些社會的羈絆 血緣的地緣的羈絆 魯賓孫出來了 是吧 好 所以 這是一個 強調個人的 心理的 然後呢 它最後它當然它慢慢地走進社會 走進政治 所以Sexuality嚴格來講 它翻譯應該就是個人一槓 心理一槓 社會的性 可能寫 對 它應該是這樣的翻譯 好 所以呢這個 我們的 我們的翻譯論呢 你看從 不斷的性的擴張 接納 把很多的所謂的性變態 都把它送到的 放到這個廣告裡面的性感服飾啊 同性一类遊行啊 等等 所以如果你只是 現在生理 沒有辦法去講這麼多東西 所以一定要有Sexuality 好 所以這個Sexuality出來以後 現在你看啊 同性婚姻 同性婚姻沒有辦法說是Sex的問題 但是 同性婚姻 出了太高怎麼指是Sex的問題 不可能是一個生理的性交惡 不可能是這樣 性騷擾 性騷擾不會是Sex的問題 所以他們都是Sexuality的問題 OK 然後這個 所以 到了1990代 這個Sexuality 開始 開始這個 非常非常興盛起來 所以還沒有多少年啊 90年到現在30年 對 那麼這個時候 它進入了社會政治 然後呢 它跟各種權力關係 發生交織的影響 它跟經濟跟法律 它剛才很多的法律 對不對 然後呢 它裡面也有一些的 所謂的生物性呢 就是Sex的部分呢 它也被各種社會關係 和網絡所管制 被文明化 所以 可以這個 喝一下水啊 當然這個 好像聲音不太一樣 你說我可以 有一點悶是吧 對 對 這樣 OK 好 這樣 當然我剛剛講了半天 Sex和Sexuality 也不是兩個界限有多清楚 但是呢 當然我們知道 一個是偏向社會的 一個是偏向生物生理的 好 那這個Sexuality呢 它的發達和它的主導呢 其實就是以 好像一個更高度的文明現代性 來馴服了這個Sex 這個 這個我剛剛一直在講文明化 文明化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就是要把 人類跟動物啊 跟這個 共通的這種 生理表現 把它隔離起來 隱藏起來 把它沒收掉 是這樣的一種 一種意思 所以我們這個Sex的 這種 你講的性自由 那它就開始轉向了這個 性隱私 不能夠太顯眼 的表現出一種 有一點不太不夠文明 對吧 然後呢 這個Sex呢 它被納入了 個人主義 商業文化 自我成長 心理對話 性別平等 社會運動等等 各樣各樣的這種 社會性的網絡裡面 但是 而且事實上呢 Sex在 為了要去爭取 它本身的自由解放呢 它也很積極的 和一些文明進步的 各種話語 和運動掛鉤 所以它也主動的 Sex也主動的 進入了 自己的一個文明化 你好比如說 你為了要有 鋼膠的這種自由 鋼膠就是Sex 那這個 男男的鋼膠實踐者 它就會掛勾很多文明進步的運動 跟話語 讓你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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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可以讓它 這個鋼膠有它的一種自由 對吧 這當然就促成了這個Sex 更進一步發展 但是我剛剛說了 這個更進一步發展呢 它有時候反而又回過頭來呢 又要把你這個Sex呢 隱藏起來 隔離起來 把它 沒收掉 沒入 那這個 嗯 當然Sex的 這樣逐漸的文明化 不是說 我們最近才開始 很久以前就開始 就是這個 因為十九二十世紀 其實開始了一個 所謂的這個性的現代化 對不對 各種各樣的這個 這個 現代的力量 讓這個性的 開始有一個現代化 那它現代化的 裡面它本身就有一個 文明化的成分 這個 但是同時呢 這個 任何的文明化的 出現啊 比如說排隊啊 你不吐台 它又常常會伴隨一些 比較 某一種 不那麼正式的一種表現 這個叫非正式化 比如說 其實這為什麼 這就是說 因為你開始文明了以後 你很多原來一些 規矩啊 其實是不需要 那麼 那麼嚴格的被遵守 以前那種 等級的制度 你可以 不要那麼嚴格 你說話不用 畢恭畢敬了 你可以跟 你的長輩啊 你的這個 我這個 稍微成雄到地點啊 或者你主持節目的時候 你不要那麼 那麼緊張等等 它會有這樣的現象 所以呢 這個性的文明化說 它也有這樣的現象 這個 一方面呢 就是 Sex的表達 它的情感 它的這個 周邊的這些東西呢 開始變得非常精緻化 Sex的這些簡單事情 當然它另外一方面 它也有一些 比較不那麼正式了 就是 你可以有些 簡單的這種 像約炮啊 什麼 這種東西 好 那麼這個 當然 所以它這裡面 是有 就是 性一方面被文明化 當然它一方面 它也還是有一些 抵抗性壓抑 然後要 希望能夠保留 恢復 這種生理的衝動 然後呢 而且呢 希望承認野蠻受性的這種 性的健康作用 因為我講在這 可能有點抽象對吧 好那我舉一個 相似的例子 你馬上就懂了 就是 我們人類不是現代化嗎 大家都要高樓大廈嗎 但是 與此同時 一定就馬上產生一個 想法就是我要到鄉下 我去看自然 我要接觸 去摸摸小動物 這是同樣的一個東西 所以 這個性的被文明化 大家在這裡面覺得不錯 因為 有時候我們的性欲被增強了 文明化有時候 弄很多繁文入節 搞得你浴火高漲 可是 但是 你也有時候覺得說 哎呦天啊 太麻煩了 是吧 還想回復一點 就像狗一樣 不是更舒服一點 這種 互相矛盾的 文明化帶來的這種衝突啊 是這樣 我今天沒有時間講過詳細啊 但是 你大概可以知道 有這麼一個狀況 在這個 十九二十世紀的時候 當時啊 比較是宗教道德 這種東西 扮演了一個壓抑的 文明化的力量很主要 就是道德 就是宗教方面的東西 這當然到現在還有 對不對 這個 但是呢 到了 後來呢 現在的這些 這些Gender sexuality呢 它衍生的一些論述 言說 其實開始扮演起 過去那個宗教的角色 其實我覺得 立心基金會 這個 滿滿顯著的可以說明這一點 因為他們原來就是搞宗教嘛 那現在他們變成搞一些奇怪的東西 但是 它產生效果好奇怪 都是一樣的 是吧 然後它就扮演了一種新道德主義 這個 大家可能聽過我以前常常講 這個東西 就是它開始變成新道德主義 好 那 當然還是一個歷史發展 對吧 因為 比如說我們看到 到 6070年代以後 那個 什麼西皮啊 搞了一大堆啊 到了八年代的時候 女性主義也在發展 是不是 所以有Sex Gender sexuality 這三個東西呢 是一個三角的 一個姿態 但是這個時候呢 Gender開始要打壓Sex 於是就有了 美國女性主義的性論戰 那這個時候Sex怎麼辦呢 就跟去Sexality去結盟 靠攏 好 最後 Bill Rubin就搞了一些 非常非常把整個的 過去的性結 性 單純性的東西呢 走向了一個 社會運動政治反抗的那種語言 跟Sexality靠攏 這就維持了一個平衡 然後呢 更使Sexality大大的興起 在90年代 但是到21世紀以後呢 這個Sexality跟Gender的這個關係 就越來越緊密 又形成這樣 像我剛剛講的一個 三角關係的失衡 所以這個Sex就越來越 被隔離 被沒入 然後就變成了 好像一種文明化的結果 那我剛剛已經說了 其實Sex的文明化 其實在20世紀初期 就開始發生過 所以你們猜有 那本很有名的書 佛洛伊德寫的 《文明極其不滿》 對不對 他抗議的就是說 這個Sex 好像是受到性壓抑 他當時是關心這個 但是他又覺得Sex是 壓抑是文明所需的 對不對 他有講 那這個 20世紀有很多的這種 性自由和性解放運動 20世紀都從早期到 到20世紀的中葉 855 506年代 對不對 那麼 這時候都是講Sex 所以他一方面有抵抗 宗教跟舊道德的這個文明化 好 那另一方面我剛剛講了 他會連接這些新的社會 跟現代性 比如說男女平等 比如說同性戀的儲罪 就是這個 本來這個Sex生理的 男女生理的 這樣的一個解放運動 他會連接這些 Sexia的東西 好 所以造成我們現在這樣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局面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這個就變成我們現在的這個 一個一個 一個三角關係的開始 那二次大戰以後呢 這個 美國是富裕社會 他出現了 所以性壓抑的這個狀態 開始有所改變 他不完全是壓抑 為什麼呢 因為二大後來慢慢要走向消費社會 美國那麼大機器 家電啊 大工業生產啊 他需要很多的這種 不能完全是壓抑的 好萊塢都要鼓動你 所以這個性的言說 泛濫了 還有很多權力技術 文明化要求 裡面有 包含很多不同的社會目的 有時候就是要你消費 有的能夠 直接或間接的 增加你的性快感的強度 和性刺激 但是呢 也開始了 就是說 我說的這個 Sex的這個 它的這個萎縮 或者一種 比較不文明野蠻的這樣 這個污名 好 那 其實我講的也差不多 我稍微超過時間了 那個 但是我想 現在 我講最後講一點點好了 西方的這個Sexyati 目前啊 這個 它的這個狀況 是一個全球的一個統一的擴張 當然它有很多反對 因為也有世界不同的文明了 不是這個基督教屬唯一的文明 然後呢 各種人也有一些 反對政治正確的這個民意呢 來反對這些東西 當然這個發生 還有一個很主要的是因為 Sexyati它現在呢 它是 有一種 可以我話叫做進步主義的狂想 對不對 它就是 要把這個 都納入一個比較高的理想的這個 這個秩序裡面 比如說性的平等 但是它的做法呢 是往往是用這個秩序來批判 扁低 現狀的裡面的某些人和制度 那基本上它是用唯心主義的做法 不是用唯物主義的實踐 它就是把人們的這個觀念和制度呢 當作是愚昧的迷信的 或者是天生邪惡的 但是其實在現實世界裡面呢 因為總是人群總是有一些不平 而這不平等有一些非常 不是說我們透過意識形態 透過唯心主義的這種宣傳 它就能夠改變 但因為這樣一個不平等的 總是以一群人去文明化另外一群人 那這時候的文明化呢 往往就會變成一種支配的工具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就會有一些人他要反文明化去文明化 等等 這時候Sex呢 反而就是有一種策略性的抵抗的意義 在這裡 所以這就是我今天講的Sex against Gender sexuality的一個意思 好 那最後呢 我講 這個何春日很有意思 他這個2011年的時候 在這個同樣的場合 台灣性別人學會的目標參會裡面 他有一個發言叫回歸身體回歸性 對吧 他裡面有幾句話 其實有點表達我現在的意思 他說啊 真正的關鍵在身體 在經驗 在活生生赤裸裸汗淋淋的體驗 在透過性的好奇所帶動的探索語 和越軌 在短暫懷疑中領悟社會文化對個人長久以來的剝奪 在跨越羞恥和罪惡所設立的繁離史體驗解放的快感 在個人的匱乏中克服度恨的狭隘 在失敗和成功的人際親密關係互動 學會人同死心的悲憫等等 所以他這個其實他是在 就是講到這一個活生生赤裸裸汗淋淋的身體體驗 這就是sex的一個基本的一個本質 好 我大概講這 謝謝 謝謝